酒香也怕巷子深,对于现在的剧来说,宣传是非常重要的,尤其是前期要想能够吸引更多的普通观众入场,那么早早地做好宣传规划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而且现在临近暑假,暑期档的剧竞争更是非常激烈,有不少剧都已经在准备做宣传了。 近日,有网友爆料电视剧长相似五位主演杨子,张婉义、邓维、谭剑刺,王红义近期一起录制了采访,随后更是有网友爆出了采访路透,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从曝光的路透可以看到,当天几位主演都是跟许久穿上了剧中的绝色服装,其中杨子身穿一身紫色古装出镜,肩膀上毛如绒的披风。 发型也是完全和之前曝光的剧照一模一样,说过不说是最近拍的,他以为是在拍摄剧神录制的。 而在杨子的两边则是并排做了四位男主角,左右风格可以说差别非常大。 其中右边做了张婉义和王红义,两人身穿一黑一蓝的鼻挺古装,配上头顶上的王冠。 双手放置在膝盖上展现霸气风淡,上演双王对决。 而在杨子的右边则是坐着邓维和谭剑刺。 邓维看不见脸,但是身穿一身浅蓝色的古装,整个人弱柳浮风。 而谭剑刺则则是头顶一头标志性的白发,配上渐变色的古装,一身翩翩翼飞的感觉。 如果说左边是全模具,那么这两位的风格就是仙侠剧仙气飘飘。 除了五人的造型之外,可以看到他们的背景是坐在摄影盆里,似乎是正在接受采访如果不看周边的环境。 还以为是在剧中,而被四位帅哥包围的杨子坐在正中间,整个人也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欢乐。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,正在低头大笑可以看出氛围非常好。 在第二章路透中,则是杨子身穿古装一个人接受采访的画面。 虽然看不清脸,但整个人一台非常不错,让很多喜欢看杨子采访的人也是非常好奇说了什么,也让人对这部剧越发期待。 其后网友还曝光了此次采访的大纲,图片显示此次采访是在4月18号录制的。 其中有好几个问题,包括时隔大半年在穿这套衣服的感觉以及印象最深刻的戏份等等,甚至在现场还看到了纵纵的道具。 所以很多人猜测这次采访应该会在端午节放出来,再加上此前有爆料长相思将会在暑假播出。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此次采访应该是为播出做准备。 看到长相思的主演们接受采访的路透照,你用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,样子。